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回我们又给小唐办了一个新的办法 也是挺忙的 感觉说出来都不好意思了 因为现在国内有很多种各样的教育机构 然后大家也都想挣小孩的钱嘛 首先有不同题材的课 然后这些题材的课呢都是可以试听的 所以我们也就试听一下 这次呢我们又给他引入了一个新的编程的课 我们就通过这次的视频来梳理一下我们自己的感受 梳理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给他报这个班 然后为什么我们要现在给他报这个班 还有呢就是我们平时是怎么样给他耳濡目染 就一点点给他引入这个计算机这件事情的 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个讲讲这个为什么 对吧为什么主要有这几方面 为什么我们会给他不停地尝试新的东西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 为什么会这次选择编程specifically 然后第三个啊 又要讲AI了 对AI能够自动写扣的情况下 那编程和之前我们也聊过学习中文一样 需要有什么掌握程度上的变化 对对对 那先看看啊 为什么要给他不停地尝试新的东西 主要还是就觉得就小孩就像一张白纸嘛 其实对他来说 学习不一定是枯燥的 不一定是无聊的 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一种玩 对对对 然后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喜欢玩什么 所以我们想尽量的就是说 这也玩一点 那也玩 给他不同的option 看他自己到底适合或者喜欢什么 看下来之后呢 他确实也有不同的preference 对有的就是喜欢 对对对是 这个跟什么一样呢 抓揪 先给他摆这么多东西 然后让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喜欢什么东西 对吧 所以我们又给他罗列一些课程 让他学习 掌握一些新的东西 对对 然后就像你说的 他在接触这些课的过程当中 他不觉得自己在学习 对是的 特别现在这个形式也都做得比较好 特别是我们等会要介绍到的这个课 就像玩游戏一样的 对是的 所以就尽量的先把摊子铺广一点 让他自己去选择 培养一定的兴趣 真的如果以后碰到一定难度 他还感兴趣的话 那我们就会考虑更 那我们就会考虑更 seriously的 对 去继续学习 是 然后现在这个氛围 就是大家都想 就刚才提到的 都想赚小朋友 小朋友爸妈妈的钱 对不对 所以这种试听课特别多 对吧 体验一下 对对 就体验一下 只要你脸皮够厚 我下次跟他说 不用了 我觉得不需要 不需要 那可以继续 move on了 对吧 再来讲讲这次 为什么选了这个编程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可以做一个类比的吧 就是说我们并不是特别看重 编程这个技能本身 对吧 因为时代也在发展 这个技能本身的价值也会变化 那就跟之前学习中文一样 我们都把它作为一个窗户 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 这个语言本身作为一个窗户 去对这个文化产生一定的认同 进而对它作为一个ABC 在这个美国有一定的身份的认同 所以我们是把这个作为一个窗口 那么编程也是一样的 编程其实它的背后 有很多逻辑思维的能力 或者把一个大的问题 具体拆分成小的问题的这些能力 一步一步的去解决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们更看重的 所以在理科之内 我们肯定是会给它 长期的去选择一个方向的 对 去给它一些机会 那编程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好的尝试吧 之前已经讲太多AI了 不想再提 但是anyway 这个AI的情况 AI每集都要提 AI每集都要提 对对对 要知情合一 知情合一一定要 那AI的情况下 为什么还要学习编程这件事情 一方面就跟我们刚才说的 是更看重背后的一种 解决问题的能力 编程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逻辑思维的能力 就是把一个问题 展化成一个算法 然后并且用编程语言的形式 把它表述出来 并且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整个过程的 就是解决问题的 它这个逻辑思考的能力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我觉得 虽然说AI 肯定马上就要replace我们了 就是说 以前我们看到都是打孔的 我们现在也不需要学了 对不对 然后basic什么 也不需要学了 对吧 但是我觉得 在它成年之前 可能还有一段的路 就是完全用自然语言 去跟机器做交流 可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 所以为了它 打好更好的基础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知道 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原来的历史是怎么样的话 你就知道 我们为什么 do what we do today 对吧 也知道它的limit和boundary 那你就可以继续再往上 extend 然后push它的limit 对吧 但如果你连它这个底层的框架 是怎么样的 具体为什么 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 也不是很清楚 missing一些pre-context的话 你想要去push它limit 我觉得还是需要 一定基础和积累的 对 是的是 的确是这样 就包括我们之前招聘 去这种学校招聘 会碰到很多 刚毕业的学生 或者在校的学生 那现在变成工具 非常高级 对吧 都是高级语言变成 也不用懂非常细节的 底层的实现 但我们面试下来 就会有这样的concent 如果它对这些底层的 一些逻辑和限制 不是很清楚的话 那写出来的代码 可能没有那么高效 对吧 那这个对于这个AI 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碰到了一些 bottleneck 那你还是得去debug 还是得你自己去 至少去描述这个问题吧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些能力 还是比较必要的 对对对 就是看你多深要走嘛 因为如果你底下 最基础的就是零和一嘛 最基础的零和一 到最上面 就现在变成generated AI 能自己 自己能生成数字 那这一条路 是怎么打通的 最后能到这里的 那我觉得这个 全都能了解 那不就很深很深了吗 那一般就是说 从最前面开始 有的人这么深 有的人这么深 有的人可能只懂中间 这一块 或者怎么样 但如果你要是全懂的话 那你 就全能了吗 对 是的 对 所以这个 会有一定的调整 对吧 具体我们不会说 你要打得快 或者说你要知道 很细这个算法 那个算法 因为这种就跟 以后就跟茶字典一样 一下子问一下AI 直接把答案告诉你 对 但是有一些 更本质的东西 包括它 为什么一步一步 进化出来的 我觉得还是 有必要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对 好 那我们再来讲讲 when 为什么现在 对 五岁是不是太早了 对吧 那我可以先讲几个段子 这个我听说过 几个比较好笑 就是说 在亚马逊上 有一套书 叫什么什么 for babies 比如说量子计算 for babies HTML for babies Java for babies 所以小朋友 就应该从婴儿开始培养 对吧 那还有一个故事 也是在硅谷流传 比较广泛的 会在网上看到张照片 爸妈在小孩三岁的时候 说我送了他一个生日礼物 是一个Java的老师 还是去斯坦福 找来的这种大学生 所以早肯定是不早的 对吧 五岁 你是觉得已经不够早了 是吗 应该是三岁 没有没有 三个月是吗 其实我们之后也会提到 就是说 还是要跟小孩 自己的基础相关 这个五岁肯定是偏早的 但是呢 就是说要从现在 开始一天天去积累 至少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吧 我觉得你要是生活在 湾区 或者现在生活在世界各地了 对 要接触计算 这件事情 肯定是迟早的事情 对吧 那么我们先从 用电脑本身更高级一点的 变成 对它有一点引入 让它能够 一点点慢慢的积累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也是从量变到质变 我以前语文 比如说任何东西吧 化学什么东西 一开始 哇啥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对吧 突然就到了某一天 感觉就开窍了 这个LLM不是也是的 这个模型这么大这么大 没啥用 一旦到了一个量级以后 突然就自己会编成了 是的 我觉得我自己有感受 有几个pivotal moment 我就觉得 哇 我就会了 小唐小蜜以后也这样 就多接触多接触 一天接触一点 一天接触一点 某一天它爆炸 你可以讲讲 你那个化学的故事 是是是 我可以讲讲化学的故事 就是 以前也不会嘛 对以前也不会嘛 死机硬背嘛 是是是 就是死机硬背 之前一直也不会嘛 然后突然有一天就开窍了 开窍的过程呢 也是别人影响到我 或者说inspire我 好几次了 我就是看到别人 就是说 这个东西 我一看这个元素 就非常活泼 我一看这个元素 它就非常死板 他就感觉 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 Tell一个story 感觉他自己有个story 就是小朋友的这种感觉 然后他说 哇这个东西好有意思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 所以我现在自己呢 也是经常给小唐 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很好玩 它很好玩 是不是 所以家长自己 如果感兴趣 天天一点一点 就没有觉得说 很枯燥啊 这种感觉 但他也会觉得很好玩 所以就从现在开始 就一天一天的嘛 要沿船声叫 对不对 每一天都是 滴滴 什么 流水滴滴 涓涓流水 对 是的 就是a little bit 滴水穿石 是是是 所以我们也是 践行着这种 教育的方法 跟我们自己也一样的 平时也一样 你自己工作生活 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不要觉得 我这次没有升职 就感觉天都劈下来了 我这次一定要 比如说做这件事情 就是为了这个升职 对 那就很苦恼 那我们对他的感觉 也是一样的 相当于说 每天一点 每天一点 我也不要求你有什么东西 但是希望就是 能朝好的方向发展 对 是的 所以Emma刚才也谈到了 就是what的一个方法 或者how的一个方法 就是耳濡目染 对 那其实有一个好的工具 也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这次尝试的 就是一个叫做 核桃编程的这个课程 他的研发团队 也是主要以 这种科技行业背景为主 对吧 他创始人 之前也是理工科背景 然后自己也参加了 AI和robotics的一些编程 所以他觉得 也是从小开始 跟我们刚才说的 也非常像 然后这个产品本身呢 它其实是非常娱乐化的 对对对 非常娱乐化 就打游戏 就打游戏 就是像帮助一些卡通人物通关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小唐 哪怕小米都 都学得非常感兴趣 至少专注力在这上面 他会先放一段动画片 然后在这动画片之后呢 去引入一些 实际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通过编程的形式 去解决它 他也不是真的 去写代码编程 而是就 拖拖拽拽一些 functional block 这个编程语言 叫做sketch 只要通过一些拖拽 就能够实现一些 预定的功能 但是它的背后呢 也是非常 serious的计算机逻辑 包括一些 if condition 包括一些for loop 包括一些函数的概念 甚至 对 所以整体来说 小孩学的都比较 engaged 核桃编程 除了跟着视频学习 全程还有tutor在线 指导互动 家长们如果对编程 不熟悉的话 也没有关系 总之我觉得非常推荐 因为小堂 自己非常非常喜欢 你说什么 我想玩那个class Really 你很喜欢那个 很喜欢那个编程class 是吗 为什么 宝宝 因为我最喜欢 最喜欢那些电视 他要玩那些game 然后那些game的东西 不是 他要玩自己的电视 还有那个 重重的东西 那个game 哦 是吗 OK 我想玩玩 OK OK 但今天就结束了 宝宝 明天再玩 可以吗 可能跟他设计有关 就是他比较的 就打游戏一样 对 就打游戏一样 所以每次通关之后 他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然后非常想去看下一集 有什么东西 对 然后他就说 自己要学变成 挺好玩的 对 但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五岁学编程 是不是太早了 其实我觉得还是太早 小唐这个学习的情况 就是说 这个编程本身 还是有一些数学的思维在里面 至少他要看得懂数字 对吧 至少他这个function block 讲的是什么 他得看懂上面的内容 对吧 我觉得在这两个基础之上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否则的话 像唐宝 虽然他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虽然他也能够实现一些功能 但他大多数都是 凭着记忆在那拖拖拖拖拖 比如说他说 我一开始要用黄的 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他并不是很理解 这个东西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gap 可能对于这种小学 七岁八岁 至少看懂英文 看懂数字的 可能会更适合一些 可能就是 如果你比较机的话 你自己愿意花很多的时间 去陪他的话 那是可以的 对 你可以花更多的时间 对 是 不像那种 别的就比如说 就光画画啊 全部就可以脱手的那种 对 对 所以看家长的自身的 付出水平了 对吧 这样我们就比较懒 可能他自己意识到了 他自己ready 才可以 对 对 对 但你也可以就是说 nudge一下 他把它拖上去 对 所以看大家自己了 但是说到就是说 了解一个subject 我们不得不提到 就是说现在要用更好的工具了 就是AI的工具 就是说原来最大问题 你有一个目标 其实你要把这个目标 能分成几块 比如说我要干成大模型 对吧 那你下面有关于LM的知识 有关于这种数学统计的知识 有关于编程的知识 很多时候 你知道你要做哪件事情 但你没办法把它 具体的拆分为几个大的模块 但这件事情呢 AI工具是可以帮你去做到的 你可以经常通过 跟AI工具的沟通 去看看你对哪部分的东西 其实不了解 然后也可以看看 如果我要了解哪部分的东西 有哪些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其实现在LM 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是是是 我把XGPT就当成十万个为什么 反正我有啥不懂的就问他 包括你可以问问他 你自己能做什么 是的 不尽兴 但是你可以至少先问问他 参考一下 对吧 其实很多人 包括很多 比如说计算机专家 他们在接触一个新的领域 也会通过XGPT 要么就是说 让XGPT先给个思路 要么就是说 我懂一二三 我要到这个目标 还缺哪些步骤 对吧 这些其实XGP surprisingly 已经真的是做得比较神奇的 做得比较好的 讲了这个比较务实的 这个学习编程 怎么学习编程 虽然真的还还早 这个要他们严肃的去学编程 还有好多好多年之后 但我说了 还是天天给他一些这些东西 不让他觉得很陌生 我觉得我大概是十六七岁了 才接触编程这个东西 然后就感觉很fancy 对不对 家里以前没什么 没有什么电脑 就觉得怕 就觉得 这个东西好难啊 对 然后什么 有一些小聪明的 我记得 就跟自己平时学的东西都不一样 电脑筋旗转弯这种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很怕怕 对不对 就是一种无形的害怕 是 那接触久了以后 感觉 哎呀 不就是 不就是这种东西 是 的确是 就跟这个 以前比如说 乡村小朋友学游泳 就门口就是条河 天天在里面洗澡 天天什么也不怕 但是城里面小孩 学游泳 感觉是个大事 对 我要去学游泳 我还得找个游泳馆 对不对 我还得找这个会不会 这个水会不会太深 是是 水温太冷 还做热身 之前要热身 要要消耗 要戴影帽 要好前套的这种 是的 是的 的确是不太一样 对啊 但其实你一进去 就是了 你说不定就是个鱼 对对对 是的 所以就是说 家长就是提供 小朋友给他一个土壤 让他在这上面 自由发挥嘛 对 是不是 要给他尽量多的 这些环境 就with that said 那就是一定要 还是要克制住 不要有太多expectation 对 不要有太多expectation 是 我今天要干的这事 你就一定要什么 滑雪 你今天就一定要上绿道 就是说 你学着数学竞赛 你一定要得一等奖 对 是的 就是这种东西 他有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就 小朋友天赋不到啊 或者说他自己 没有兴趣啊 或者有急 因为很多事情 就是还要分清楚 什么是你的事情 什么是我的事情 这个圣经上 是不是有一句话 God 什么 Give me the ability to distinguish what I can control and what I cannot Oh really And give me the wisdom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wo 对吧 就是你要知道 是这个世界上 有你会 control的事情 你可以 你不可以control的事情 那最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wisdom 知道哪些事情 你是不能control 哪些事情你是可以 是的 的确是 这个说的容易 做起来还挺难 就比如说 我带他读读这种 英文的单词啊 或者什么 天天想着 不就这几页吗 五页 我自己读读一分钟的事情 你凭啥 给我在这搞来搞去 搞这么久 对 然后这个 有了expectation 有了期望以后 这个心态就不太一样 为啥你读到现在 还不认识这一页 爸爸给你这么小的时候 老早已经捆瓜烂熟了 的确这个 要克制自己的expectation 有些事情不是 你能够控制的 控制了也没啥好处 然后我还想说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美国人 好像连打扑克啊 什么都很牛 对 就是Wordpook啊 什么冠军都美国人 就各个方面 我觉得这边还是 比较多元的评价体系 就每一个人 不一定就说 你在这儿就一定要编程 你在这儿就一定要开公司 你才算成功 对吧 就是他这个评价比较多元 所以就是每个人 也不是说都是一个模子 刻出来的 就是大家都 comparison 对吧 就是因为有很多不同 对吧 你是完整的一个人 你是多元的 也知道小朋友 也是多元的 他在这方面 他可能编程学不好 那他可能别的地方 也就挺好的 对吧 那他可能是个 开心的小伙子 对 那也挺好的 是是 如果什么都不好 但是能成长 成长起来 至少乐观嘛 什么都不行 还是勇气活下去 至少乐观 对 是的 是的 都挺好的 是 都挺好的 对 所以多元化的评价 好的 好 那就这样 下期再见 拜拜